竹山社区参与福利化社区旗舰型计划 这次特邀请老师来教导长者绘图 老师也运用竹山在地意向竹子 来加深长者对于绘画的兴趣 让他们能够首脑并用来进行创作 我们今天的是由参加的大旗舰 南同线大旗舰的计划 由护州社区带领我们八个社区 竹山社区是其中的一个社区 今天由罗老师教我们长者 一系列的生命绘本 今天所教的是竹子的故事 因为这里是竹山 所以我们把我们原本的 生命故事绘本的内容改成竹子 我们在创作的过程里面 大部分都是老人家自己做 自己去发挥他动脑动手 然后去连结 也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连结 他们延缓老化 然后把那个退化的速率再降低 生命绘本课程的办理 让长者们能体验到 绘画所带来的乐趣 也减缓了他们身心灵的退化 因此每位长者都相当喜爱 前来上课 我来这心情很快乐 很欢迎 很快乐 穿党穿党 最好好的 很快乐 所以手都在上课 头脑也都在做 以前是纯画图 纯画图 现在老师来 有这变化极度端 有水彩 还有剪贴 看到长者们参与课程 从中获得到许多欢乐 县议员吴瑞芳对于课程的办理 也表示肯定 也希望借由福利化社区 其践行计划 带领各社区一统成长 最近的做他们这变化极度 来这来绘本 让他们来这边体验绘画 大家都很用心的在画 也算是一种鼓励 这变化极度 可以来这社区 参与外团绘本的活动 大家都会得很高兴 就了我们的大旗舰计划 可以让各个社区来成长 议长何胜峰肯定竹山社区 对于社区营造发展的用心 也期盼借由福利化社区 其践行计划的推动 使各社区共同进步成长 记者卢宇凯竹山采访报导